哈囉大家好我是妮女專家小玉老師 很開心大家又回到老師的頻道囉 哈囉 今天我們要來講講什麼呢 我們來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昆平將軍以及昆昌公 不能一起配戴的傳說 今天老師來告訴你為什麼會有這個傳說 以及他們的恩怨情仇 就在這一集老師來跟大家做個簡單的解說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昆平將軍應有善戰 但是比較少人知道昆昌公真面佛牌 這個繩子 那他其實昆昌公主要的功效就是做生意 然後非常會幫助你賺錢啊 投資理財的一面好牌 那後面的功效老師會稍微帶過幫大家介紹一下 那這一集現在來講講這個 昆平將軍以及昆昌的恩怨情仇 他們其實啊 昆平將軍以及昆昌 以及昆平將軍的老婆 那個南平 他們其實原本是住在一起的 從小長大的好朋友 那由於昆平將軍從小就是其實他是比較沒有錢人家的小孩 而昆昌是有錢人家的小孩 但是他們都非常喜歡南平這個女孩子 於是從小到大呢大家都想辦法去討好他 那他們也是這樣子就是從小就是這樣子 兒時玩伴一直玩到大了 那後面昆平將軍去從軍 那昆昌去從商 於是就一文一武就出去了各自工作 但是隨著昆平將軍啊 摟獲戰功 越來越多人喜歡 那昆昌也跟著他的家族去學做神爺 賺了越來越多錢 那這時候這個那個南平啊就非常的猶豫 我到底要嫁給誰 因為這兩個男人都非常的愛他 非常喜歡他 那但是他自己還是不知道哪一個男人才最適合他的 而這時候呢昆昌呢就希望跟昆平說 他希望你把這個南平讓給他 因為其實昆昌公的髮像是一個禿頭 然後很有錢的一個髮像 就是一個可能沒有到很討喜的髮像 那當然那是在可能五百年前的年代 如果是在現金的話禿頭又有錢 我相信可能他就不會特別要求要這個 南平這個女孩子 對對對 因為感覺起來好像 這年代好像有錢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那個年代好像有權 以及有名氣好像比較重要 於是呢 後面昆平將軍 並沒有理會昆昌的請求說 把這個南平讓給他 他一樣去跟這個 南平啊求婚 那南平一看見同時一個兒子的玩伴跟他 他就答應嫁給他 嫁給他的時候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昆平將軍有很多的老婆 據說他有五百個老婆 那昆昌就覺得 憤憤不平 覺得說你都說我們是好兄弟啊 小時候的玩伴啊 對不對 你老婆這麼多啊 也不讓我一個啊 對不對 大家都講是好朋友 嘴巴都說說而已 五百多個都不分我一個 而且我也只要這個女人 也就是說昆昌公是一個非常專情的人 後來有一次 昆平將軍去禪爭戰爭的時候 一打錢打仗子呢 出去就半年一年 這時候昆昌就覺得我機會來了 雖然說這個我愛的女人已經嫁給了他 但是他覺得昆平沒辦法給他幸福 因為他五百多個老婆 你怎麼可能會有幸福呢 所以他就決定鼓起勇氣 他就跑去找這個南平 跟他講說昆平將軍就是出征啊 打輸了 然後敵國要打來了 要把你們全家都滿門操展 那這時候南平聽到就嚇到了 想說啊怎麼會這樣子 昆平將軍怎麼會打輸了 而且我們還要滅國了 滿門操展 那基於他也是同兒時的玩伴 他非常的信任昆昌 所以昆昌就說但是你不要害怕 我很有錢 我把所有東西都打點好了 今晚就跟著我逃跑 我會保護你有沒有 因為我跟昆平是好兄弟 我絕對不會讓你吃虧的 你就跟著我逃跑吧 那這個南平就不宜有他想說 哎呀我老公就死了怎麼辦 於是舉家帶券 半夜就跟著昆昌逃走 那昆昌也不是傻瓜 他當然知道昆平一定會找他報仇 雖然他想說你五百多位老婆 讓我一個也不會怎麼樣 但是因為他深知昆平將軍 肯定不會放過他 所以他就帶著南平 花錢打點 逃到敵國國家去了 但是昆平將軍回來之後想說 靠我老婆不見了 一查之後發現說 既然是我以前兒子的好兄弟 把我老婆騙走了 於是就有了奪妻之恨 而昆平將軍 終究是一個國家的大將軍 他沒有辦法輕易的到另外一個國家去把人抓回來 而昆昌當然也用他很多金錢的資源 買通其他國家 讓昆平將軍沒辦法輕易的過來 去把他老婆帶回去 於是他們兄弟就出現了奪妻之恨 這就是為什麼昆平將軍 昆昌不能佩戴他一起 因為他們有仇 而這個仇就是一個感情 正所謂問世間情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聚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佩戴昆昌的朋友啊 一定要記得昆昌這個故事跟特性 他非常非常非常討厭花心的人 所以如果你佩戴昆昌賺了錢 就花心到處去開三婆 到處去交女朋友 那相信我昆昌就不會理你 因為他非常痛恨這種人 但是如果你是個專情的人 佩戴昆昌他會幫助你賺很多錢 發大財好不好 那這一集老師就大概跟大家講解一下 為什麼昆平跟昆昌 為了這個男憑這女人 而大打出手的故事 好不好 那就分享到這邊 希望大家能夠了解 未來有人問說 為什麼昆平跟昆昌不能佩戴在一起 那當然要不要佩戴在一起 這是神話故事啦 那因為很多人都說 他們現在都做神啊 不會計較 啊或不會計較 基本上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 我個人也沒有很 贊成佩戴在一起 好不好 那一樣喜歡這集的朋友 要幫老師訂閱按讚以及分享喔 掰掰